台市新聞看世界來關心 儘管歐美很多國家都積極施打疫苗 但是傳染力更強的Delta變種病毒又開始入侵各國 才剛解封的美國加州就面臨了防疫挑戰 人口大菌洛杉磯菌率先恢復了口罩措施 建議民眾在室內還是要戴上口罩 專家表示變種病毒的傳播 將使得疫情朝向區域化的方向來發展 以美國來說 南方幾個疫苗接種率偏低的州 如果沒有好好的防疫 可能會成為Delta變種病毒的溫床 全面解封已經兩個星期的美國加州 顯然無法立刻和口罩說再見 每個地方我去的時候我放了護膜 比安全還要保證 現在我還不舒服 甚至我診斷 即便疫苗接種率高 整體疫情降溫 但傳染力強的Delta變種入侵 人口大菌洛杉磯菌率先恢復口罩措施 強烈建議民眾在室內戴口罩 但有些人已經回不去 曾經一個半月沒有接到任何案例的急診室主任 又看到疫情蠢動 雖然總統拜登都說了 接種疫苗的人 在大部分場所可以不用戴口罩 但醫師還是呼籲小心為妙 保護未接種的人口 畢竟全美還有接近五成民眾 一劑都沒打 Delta變種確診病例 佔了美國新增病例20%左右 比例明顯增加 美國南部多州接種率全美排後段班 同時全美完整接種疫苗的年輕人 只佔了32%左右 面對頑強的變種病毒 美國有學者認為 疫苗施打率必須達到86%甚至88% 群體免疫才有可能實現 綜合報導 今次的評論